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7号星期二 美国股市预测 通过股市预测 什么意思呢 是一个长期使用股市来预测选举及经济文化趋势的研究团体 他们叫社会经济研究所 他们的研究主管兰帕德表示 他说股市是反映社会情绪的一种指标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 当股市正向发展的时候 股市及社会的情绪会帮助现任者胜选连任 也就是说他们通过研究指出 在美国历史上有16次在位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 在他执政的在选举之前的这三年 股市上涨超过20% 那么这16任组织中有14个人都连任成功了 几率高达87% 所以在任内三年股市涨了20% 却没有连任成功的两位总统 一个就是1992年输给克林顿的老布什 另外一个是1800年的 第二任总统的亚当斯 那个就不提了 老布什跟克林顿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我觉得克林顿 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他完完全全我觉得是靠自己的个人魅力 来弥补的这种劣势 当然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如果民主党这一次选出来一个像当年克林顿那种魅力的 或者像奥巴马那种明星 那真的是明星政客 选出那样的人来跟川普打的话 我觉得民主党是有一拼的 但是三月份超级星期二 拜登一出来我就说民主党可以打包了 我觉得今年哪怕是布隆布尔格出来 我觉得都跟川普有一拼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民主党就简直就是要保送川普连任 弄了个拜登来 所以我觉得就够呛了 但是不管怎么着 反正这个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不都说 说你老说川普赢 哪有点证据来 这也是证据之一 川普执政这几年股市之好超乎想象 尤其到了今年疫情出现了这么大的波折 股市最后全部涨回来 是不是 三月份听了我的话买股票的 我觉得现在都应该 最少是挣三分之一 最少是挣三分之一 对吧 你想你要是投了30万的话 你就挣了10万 对吧 投30块钱都挣10块钱 对吧 最少挣三分之一 所以反正这就是一个股市的预计 我觉得预计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我觉得川普赢应该到目前来讲 我觉得已经已经就是板上定定 从三月份 从1月份 我就跟你说川普赢定了 就即使布隆布尔格出来有一拼 但是我看也是川普赢 至于拜登出来 已经拜登宣布 拜登在初选胜出的时候 这场选举就已经就结束了 毫无悬念的一场选举 为什么老人让我说的选举 我就不愿意说 就在这儿了 一个没有悬念的选举 去年台湾选举也是 我也不愿意说 没有悬念的选举 你知道吗 台湾那选举之前 你看我跟你说没有悬念 还有人跟我讲 最后你看结果 你看到了吗 今年川普跟拜登之间的差距 很有可能 比谁 比蔡英文和韩国瑜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今年可能是真的 我觉得就是说一场席卷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